CHAK! CHAK! Hey,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Jimmy Beats English! 今天我們來聽音樂、學英文 來分享一首由黑眼痘痘 The Black Eyed Peas所演唱的 Where's the Love? 這首歌是在談論現今社會的問題和議題 如何重拾愛和信任 來改變世界 這首老舍歌在YouTube上 已經有5.3億次的點擊了 特別想介紹這首歌 是因為它的歌詞賦予了極大的意義 還有它英文比較淺顯易懂的表達方式 那希望大家在聽歌放鬆的同時 也能夠來一起學英文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Let's go! 好,這邊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addicted to the drama only attracted to the things that will bring you trauma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全世界的人 都對於這種戲劇化的生活上癮了 然後諷刺的是 只會被帶來創傷的事物給吸引 那這個drama就是我們所說的戲劇 那上面講的韓劇就是 Korean drama trauma就是創傷 像是一個傷口 我們都可以說是trauma 那在這段歌詞裡面呢 這個trauma它其實想要表達就是 像是金錢啊,感情啊,人際啊等等 像毒一樣的東西 你明知道不該執著 但是你就是無法自拔的 想要去追求這些事物 那最後呢,往往都會帶來創傷 是不是還真的蠻有道理的齁? 這邊有個常用的字 be addicted to 就是對什麼東西上癮了 Jack is addicted to the drugs 那另外一個詞 be attracted to 被什麼東西給吸引了 I think I'm attracted to Jen 那這一段呢 but if you only have love for your own race 如果你只對自己的種族有愛 then you only leave space to discriminate 那你依然保有歧視 還有排擠的空間 上去的race就是種族的意思 not discriminate 就是排擠的意思 接著它說 and to discriminate only generate hate 就是歧視最後也只會引發仇恨 最後呢 and when you hate then you are bound to get irate 而當有了仇事 你的生命就注定充滿了怨恨 這邊you are bound to be bound to 就是會註定怎樣怎樣 道念這個字我們比較少用的就是irate 它就是怨恨的意思 它就是怨恨的意思 這邊 a war is going on but the reason is undercover 戰爭在持續當中 但是原因已經被深埋了 感覺上就是很嚴重的事情正在發生 但是有時候我們已經忽略了它的原因 或者是它真正的原因 已經被隱藏了起來 the truth is kept secret and swept under the rug 真相被視為秘密 或者是 沒有真相 只有隱藏 而眼不見為鏡 這裡keep secret 就是保密的意思 那通常我們會說 keep a secret 或者是 keep it a secret can you keep a secret for me? let's keep it a secret 那這裡有個很棒的慣用語 to sweep under the rug 或者是carpet sweep就是掃地的意思 那當你把灰塵 或是髒的東西 掃進地毯底下的時候 就是想要把問題 跟成因給隱藏起來 媒體我們就可以說media negative images is the main criteria 負面的形象已經是主要的準則 negative就是負面的 比如說我們在檢驗的時候 陽性我們就會說positive 那陰性我們就可以說negative criteria就是準則標準的意思 infecting the young mites faster than bacteria 一比細菌還快的速度 感染年輕人的心智 to infect 就是感染的意思 那young mites young就是年輕的 mites就是心智心靈 年輕的心智就是在說年輕人 那這段話就是說年輕人 常常所接收到的訊息 都是負面的 所以說其實不論任何人 在我們接收到的資訊的當下 一定要先求證 你有沒有習慣先用邏輯 來去推理這些事情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instead of spreading love we spreading animosity 我們以散播仇恨代替散播愛 那spread就是散播的意思 animosity一樣是仇恨的意思 所以你有發現它這一整首歌 用了不同的字來描述仇恨 animosity也可以用hatred來代替 lack of understanding leading us away from unity 缺乏同情心讓我們不再團結 understanding就是同理心 同理的意思 可以作為名詞或是形容詞使用 那unity就是團結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副歌 你會實踐你的教義嗎 那順帶一提 因為很大部分的美國人 他們都是基督教徒 所以呢 在音樂會融入一些跟基督教 或者是跟bible 聖經相關的內容 那這邊的practice呢 就是實踐的意思 不是練習 而這個preach呢 就是講道的意思 就像是牧師在台上 分享基督教的教義 我們就用這個字 And would you turn the other cheek? 你會連左臉也轉過去讓他打嗎? 這句就是在說 馬太福音第五章第39小節 耶穌所說的一段話 那意思呢就是不如以善報惡 以愛代替恨 也許這樣就能改變對方 他重複了三次 father 就是天賦的意思 就是基督教稱 造物主稱上帝的另外一個講法 father help us 就是幫助我們 幫助我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me nega send some guidance from above 懇求您來自上天的指引 那guidance呢就是指引 告訴你方向怎麼走 from above 來自於上面 在這邊就是指天上的意思 these people got me questioning 人們讓我疑惑 where's the love 愛到底在哪裡 這邊有用法就是get me 然後動詞ing 比如說 you got me thinking 你讓我思考了一下 好 很不好意思喔 其實這首歌呢 他平時是一個很搞笑的 所以我也沒有用搞笑方式 來分享或說明 而且也只能片段片段的 讓大家來聽 那待會呢 你可以親自上youtube 來聽這首歌啦 那其實你在常聽英文歌的時候 你會把一些句子 它就自動的 落進你的腦海裡面 所以當你在英文繪畫的時候 其實有些句子 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 把它講出來了 那今天訂閱學英文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身邊在學英文的朋友們 I will see you around Bye